我们不是只听,这样就好,听了我们还要说啊 不是只说而已,要转我们自己的心境啊 我们自己的心境的烦恼也没转 你只能无识,无识,无识,无识 这样也没效,他最听这句话,专入了自己的心境,做到啦 这个故事,古代言声说出来,这是真正的缴缓 所以听到啦,说到啦,做到啦,这就是缴缓啦 所以我们正说,挑有数恶业嘛 所以我们现在会知道,说话啦 既然有数恶,他也应该有数学嘛 所以我们说话要真休息嘛 让一方做到的方式 我们生活要做出来,话要说出来 这样呢,我们的心也会很高兴 当然要做到的事情,要说到的事情 我们主人就可以很高兴 所以一段经文这样说 我们生事参会 求数恶业 所生说得 生生细细 既不吻声 法官 要参会 参会 这个 求数旬的恶业 那这样呢 参会说得 生生细细 既不吻声 既不吻声 这是北中的音声 第一就是结合音 这就是 佛的音声 佛的音声 佛的声音 真好听 结合音 又是 柔软音 共共的众声 听到佛的声音 是 主人的心也会 柔软 又是 好色音 那的音声 真正的跳河 亚未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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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大河 这种好色音 这是真近来听 亚未真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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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音声 真凌晨 又是 纯会音 这声音 真好 亚未有声音 没有 那些声音 所以 让人听起来 就会 真准 见 听到 他的声音 主人 就让人 掐发到 那个 地位 可以 通担 想会 开 看会 开 这种 让人 尊重 让人 接受 那 烦恼的 道理 可以 让人 掐开 这种 的 地位 音声 还有 是 佛路音 没有 那种 低低 凉凉 墙 没有 所以 虽然是真正好 但是 佛路音 还有佛路音 还有佛五音 佛五音 就是 所有声音的 都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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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五音 我才 情缘音 情缘音 就是 我们刚才 在说 好声 在 很近来听 没有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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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听得懂 也很清楚 这个 叫做 沉缘音 这个道理 很沉 听起来 也很简单 这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但是内面包含着真心的道理 这都叫做秦幻音 提办就是不够音 就是说无关说多久就不会嘴巴 我们看人家在演讲的时代 就要摆一摆地 说一下就关心又喝一下 面啊 或者说话说话 他在演讲 当中无限 也会嘴巴 无限又会嘴巴 这实在是无干担 这呢 修佛的巴 今 我们在演讲 好好修修修俩 无法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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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与世子都会酷刷 我们能够专心 无知不想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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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 我們會感情 如果沒有記憶,我們所說的會都是真實意 如果沒有記憶,我們每一句話就是真實意 我們要好好修全數學為數學 尤其是最多的,我們可以看到八音聲 再來八音聲的話 才是數變差 最多合法在歷史以 幾聲清得一切,因為無法使用 數變差 就是其無法變差 我需要说,我需要一个人的说法。 我需要说,我需要一个人的说法。 我不用一个人的说法,我需要一个人的说法。 然后就要画了,我们要按照道理方画了。 无论,我们才有法, 这样偷偷不借,这样滴滴说下去。 我们感受无论, 然后就要过来, 过来就要开心, 你要去说,好的话真的要多说, 真实的话,要多奉勇, 所以就要拗帅不借。 所以我们应该要说的, 就是要试试说, 输生意,参加输合合意,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有的。 人家在讲话,就是要有这样的愚人方式, 在讲话一定要真实意, 一定要真实意, 一定要真实意, 而且要真实意, 那坑人要死, 坑人要合合, 这就是, 人家的素性, 这可以当中的地, 素变杂用合合。 那来, 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理应中心。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感谢观看